近日,电视剧《三十而已》热播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30岁到40岁 这一年龄段人群的话题讨论 30岁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年龄段 人们的梦想与收获又是什么 下面就和小夕一起 走上街道听一听他们的心声吧 整个人心态会发生变化吧 你不想成熟也得成熟那种感觉 30岁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来了 生活、金钱以及发展 都是接下来的问题 是一道坎 30岁的时候你要承担着很多的压力 应该是停不下脚步的前进 补出吧 为社会多创造点价值 有新的起点吧 像一个人生路的交叉点 三十而立 其实男生就是一夜之间长大 现在是每月的生活费 和赚的钱正有吃饼 我觉得我已经立了 立了才会有突破有成长 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匆忙 避免不了很多的加班 然后呢自己可能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自己在工作当中 对晋升的这种通道 可能还是抱有一定的这种幻想 没有刺激吧 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是为了家庭 都是为了努力成钱 成钱都是为了父母和家庭小孩吧 差不多吧 基本上八九成吧 压力是有的 在北京嘛 我也是百票 刚买了房 一个房一个户口 这解决了一半了基本 我期待着把另一半 近几年也解决了 每天的生活 更多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 所以爱情可能也慢慢的 逐渐的转化为亲情 自己而言工作稳定 顺心 孩子能够尽快的成长 没有朋友了 下一步就是买房 买完房就计划是订婚结婚 首付几乎全部都要家里出 然后那个贷款 就是照现在工资来看 承担贷款量也挺大的 年轻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梦想 但你真真真正步入社会之后 你会发现社会中 它会有很多的残酷的点 实际上会磨平你很多的棱角 那现在肯定是处于 还是处于一个 我觉得中庸的一个水平吧 上上班下班回家逗逗玩 父母啊什么的都很好 我觉得就OK了 个人能力的储备 这第一个 第二个那肯定是 未来子女的规划和教育 能够更多的陪伴家人 希望看到这种天伦之乐 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自己的事业 还能有进一步的提升 争取抚养两个健康漂亮 然后有才华的宝宝 好好的排养他们呗 就是让他们尽量比我 未来更好一些 更轻松一些 文部在五年内做成一样 自己的事业 然后在自己的公司内部 业绩做的持续的稳定 这就足够了 最好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 做我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啊 可以带着我的家人呢 然后去周围一下世界 努力加油 珍惜眼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辛苦了你 希望我能够保持这样一个 平淡的心 同时能够自信而优雅地 继续生活下去 不要放弃那个严信的心态吧 还是要保持乐观 30岁的我们 要持续记得20岁的梦想 加油 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